有報名金曲獎 有 也有報名菁英獎 是的 好像都沒有看到名單有入圍了 對 你有沒有覺得很不應該 我覺得就是 有點賭籃而已 人稱寒神 因為他的靈魂維度 比大家都還高 來到凡間 聽聽看這一些 這一些演奏專輯 大家能力怎麼樣 歡迎收看靠北金曲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寒神 劉涵老師 人稱寒神 來到我們這個節目 台灣第一把缺樓吧 不敢不敢 去年8的專輯 對對對 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張專輯叫做 砰 然後是我自己的樂團 影分子的專輯 第一張專輯 上一張是一批 三張只有三首歌 然後這一張是 八首 哦 太久了 去年4了 這樣申請文化部的補助 是一樣的錢嗎 你說申請下來嗎 不一樣啊不一樣 一批是多少 一批我印象中那個時候 好像是15 八首是多少 八首是70 哦 那哪個比較划算 所以你一開始就 你一開始就是 確定是八首 一開始其實我們有點想做十首 但是後來覺得 如果只有拿七首要做十首的話 有一點經濟壓力這樣 我們剛剛就一直在討論說 為什麼叫啪 來 各位觀眾 我們來猜看看 我幫大家公佈答案好了 大家知道第一張的專輯名稱叫什麼嗎 就叫啪 啪 沒錯 第二張叫啪啦 所以應該會一路做到 ㄚ啦 希望希望希望 大概台灣了吧 等下一定要屬於我們自己的符號 全世界應該沒有用啪啪啪來做拼音的注意 是是是 確實是 去年這樣專輯 一定有報名金曲獎 有啊 還有 我今天 我今天好燒香 沒有關係 因為我昨天喝到四點 好羨慕 然後又在那邊很嗨 然後大家就不一樣 然後就覺得 完蛋了 我發現要錄節目 然後聲音變這樣 沒事沒事 我也是啪啪的 是啪啪的 有搭配到有搭配到 有有可以可以可以 有報名金曲獎 有 也有報名金音獎 是的 好像都沒有看到名單有入圍 對 你有沒有覺得很不應該 為什麼這樣子 是不會啦 我覺得就是 有點賭籃而已 應該是說 也是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沒有 對啊 為什麼 沒有 就一定就是有更多 更優秀的作品 不是我聽了 很用心做 然後又很有卡司 哇這個拼起來 裡面卡司不得了 還是說 卡司都去當評審 全部都必要 好好好 就是這樣子 對啊 在沒有入圍的那個moment 你有沒有有一種 失落的感覺 當然多多少少一定會有 你有看直播嗎 那個時候我人好像是在台上總裁 就是我們那一天好像是在大陸總裁 手機是打開的 手機是打開的 有翻牆嗎 不用翻牆 我開漫遊 你開漫遊了 比較穩 但是其實也都做好了最好跟最壞的打算了 所以就是覺得平常心這樣 會去報名這個獎項的一定不會是 就是阿貓阿狗嘛 大家一定都是卯足全力在準備自己的東西 這個就是個人口味的東西 那就是剛好這一次的評審可能覺得 有更好的選擇 對這個的確是很主張 是是是確實 我們通常在那個直播 如果沒有看到自己的名單以後 嗯 就關掉 哈哈哈哈 誰還要再往下看啊 屁 還是我的朋友吧 哈哈哈哈 你還會再關心其他朋友 對啊對啊 你果然是水瓶座耶 真的嗎你不是也是嗎 哈哈哈哈哈哈 也會關心朋友 很重朋友的 是是是 稍微介紹一下裡面的主打歌好了 好 後面的畫面這個是第一主打對不對 對對對 你哪位 你哪位 為什麼要寫一個這樣的歌呢 喔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 上Facebook靠搖一些生活瑣事的 很精彩 我是她臉友喔 是韓沈的臉友 我看韓沈的臉書喔 哇 都是那種又精彩又有人氣 專業部落客 超專業 然後按讚跟留言 哇反應大家都很好耶 寫寫文字抒發 心情 所以呢 你哪位從上面來找到靈感 我在那個時期有加了一些我媽媽的朋友 你怎麼會這麼想不開 我也是這麼覺得 後來就不加了 就他們來邀請我加好友 那我就按了同意之後 結果我的發文就會私下私訊我 說覺得 某一些字眼不妥 或者是什麼 真的假的 果然是長輩 對 看都沒有看就好 你媽媽的什麼 比如說你媽媽的形象很好 所以你應該要 喔你剛剛說你媽媽 我以為他已經罵髒話了 你媽媽的人給我那邊 這樣他會怎麼講我 PO什麼文 是講說你媽媽這麼好 你應該要學習她的形象 對 是是是 那你的發音怎麼樣 我就是直接把他拉黑 蛤 真的假的 直接封鎖 對直接封鎖 然後就寫了這首歌這樣 哇塞 對 好Rock喔 我突然覺得你很搖滾 難怪這麼搖滾 不用再解釋了 不用再解釋 不需要解釋了 對 我們就用歌來罵人這樣子 哇塞 他應該也就聽不懂啊 你跟他解釋也沒有用 是 可是真的都不給人家一點機會嗎 哈哈哈哈 有啊 我們的節目可以在下方留言 喔是嗎 需要我tick他嗎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好刺激喔 所以這首歌完全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對 引發出來的靈感 也算是會有很多人的共鳴 類似這樣的 喔對 今天我忘了講一下我這件衣服 嗯 你不覺得很熟悉嗎 就穩 跟你這個字有沒有 對 有沒有很接近喔 對是蠻像的 對 字旁是有點不一樣的 哈哈哈哈 很穩很穩 變成是穩這樣 對 真的耶 這個就遠遠看就很像 對 遠遠有點像影蚊子耶 真的 好酷喔 嗯 多有心啊 真的耶 對啊 找不到影子好用蚊子 哈哈哈 影也太難找 什麼 Don't worry Always will 有一件那個影的衣服 喔真的喔 對 可是滾子是 都很貴吧 對對對 那種聯名的都很貴 沒關係下次我自己 買白T恤用書吧 確定的 自己把它連起來 太鬧了吧 哈哈哈 這首歌的音樂曲風 風格它其實聽起來就是偏搖滾嘛 只是有加入了大提琴的元素 不然是播選 或者是整片全樂的編寫這樣子 你在唱的時候有沒有很憤怒 哈哈哈 想著那個阿姨 哈哈哈 一定要帶入一點畫面感的 這是一定要 哈哈哈 對對對 但我們其實還是希望把東西做得美美的 這樣子有點類似那種 反鳳的感覺 揮血揮血的這樣子 聽起來有點歌德式的那種搖滾對不對 比較暗細一點的 是 好好聽的 大家 謝謝 一定要去聽一下 暗黑華麗 對 可是這些阿姨們 有那麼華麗嗎 就是沒有 所以才要 哈哈哈哈 那個反抄 那個反抄 對對對 第二主打的歌名叫什麼 嗯好像是 是老的還是紅色洋裝 還是十個才太遠了 好像是紅色洋裝 紅色洋裝 那這種歌在寫什麼 紅色洋裝 是一個偽故事 穿著 紅色洋裝 是 寫一個 呃 為情所困的女孩 穿著一件 她的前男友 送給她的 紅色洋裝 然後上吊在飯店 這個 鬼故事 哈哈哈哈 一下子跳那麼多 那我跟妳說我們那個風格差 明明是 男生 男生不要太過分 她做鬼都不會放過 天啊 就是類似這個音 哈哈 啊 這麼恐怖啊 對啊 第一首還在 哎 這一些阿姨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第二首突然跳到這種 上吊自殺的 鮮紅色洋裝 被深愛的模樣 一圈一圈 飛舞像海狼 妳說妳說 愛是活著的信仰 其實也很美啊 是啊 歌詞是也是很美 你們都是講究美 對 就是用美去包裝可怕的事情 哦 概念是這樣 所以才會讓人家 噗 哈哈 吐 像鬼故事這樣 你知道 有人回覆打字 是會用噗這個字嗎 就噗的意思嘛 就噗 哈哈哈哈 連這個都考慮進去了 是是是 那專輯裡面還有這個 插畫的部分 其實很酷耶 插畫其實是懶人包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不喜歡念書的人 我看到字就會想睡覺的 欸我也是耶 你們兩個 很像嗎 整體堂宣 閱讀障 欸對 我覺得我有一點 然後我覺得這個就是有點 適合我們這樣的人看 就是它是四格 然後去講這首歌的故事 韓神一直以來在各大演唱會 各大專輯 Live 錄音 都有 都是歌往歌後期 那種大明星大歌手 啊 獨立音樂也有啦 獨立音樂也有啦 我們之前也有請韓神幫我們搭螢幕 開心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跟做自己的專輯 差別最大塞哪邊 做自己的東西 成就感一定是加倍很多啦 做別人就是 就是不太甘願就對了 也沒有這樣子啦 就是 難怪那時候錄音的時候 都會覺得 喔你很嚴肅 沒有 沒有很認真 他是很認真在看補 對 補先看一下 別人的東西當然也是很喜歡 看到戶頭不停的在成章 對 神奇很特別 欸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是一直不停的在減少啊 真的 這個一張哇下去就可能 上百萬的這樣子 這個節目是 靠北京曲 是 那當然我們也都可以聊啦 金曲 菁英都可以聊 不知道 韓神有沒有 文化部邀請當評審過 沒有欸很可惜 我其實一直都很希望有這個機會 這樣體驗一下 嗯體驗一下 可是很累 你有聽說過 要在三個月內要聽 三四萬首歌嗎 有聽說 對啊 我覺得很酷啊 你這麼忙 我以前有當過類似的評審 他是一個捷運站的征選 那一次是要在一個禮拜內 聽三百首作品 也是很誇張 那也是很累 我真的是每一首都聽完 然後打分數都是 還有那個什麼 86.5 那我後來就是 好認真喔 所有老師的分數以上就會 找他評 太不認真了 那一次我看到其他老師的評分之後 我就知道原來是我太認真 很小數點這樣 對對對 其他老師可能就是90跟0 喔 喔 這麼絕對喔 他們就是OK的就是可能 又超過他標準的 就不行他就直接0這樣子 喔 對就是也沒有什麼 比如說像我的 初神嗎 什麼的 他沒有什麼初神不初神的 就一次 對就只評一次 對 他只有90跟0 90 80 0 他覺得很好的就90 覺得可以接受就80 然後再他覺得不行 可是如果這樣的話是 評不出名次的 大家綜合起來再去評 他等於把給名次這件事情交給其他評審 他等於等於這樣子 他不就還好有你 那不然大家都是這樣子的話 很容易就 欸有很多90分很多80分啊 繼續開會 對不對 再繼續 繼續PK是不是 有沒有遇到這個狀況嗎 PK沒有遇到 我沒有遇到 就是同分嘛 沒有 是沒有遇到 因為你那個都有點幾分 因為你有幫忙講很細 所以就沒有PK這個問題 我應該是這樣 都怪我 哈哈哈 你覺得對於評審這個工作是有興趣的 很有興趣啊 對啊 有沒有聽到那種不喜歡的 或是聽不下去的 很多聽不下去 因為其實像那種捷運站的 就徵選音樂 他們其實 不可能是像金音金曲 對就是有些甚至是老人家 哦 他就在家裡弄個麥克風 啊呀呀 我就記憶我 是泰山嗎 哦 他想傳達什麼訊息 哈哈哈 你就是只能把他聽完 看他到底想要講什麼 然後後來發現他 真的是沒有想要講什麼 他只是純粹覺得他這個唱歌很好聽 抒發一下 對抒發一下想掌個管道 讓大家聽他唱歌 天啊 然後累到評審 對 就是 常常有這樣子的評審經驗嗎 沒有 我就唯一的那一次而已 然後之前的評審都是當古典的 哦 對耶 你是古典硬底子的這個音樂家 為什麼跨界到流行音樂跨的這麼大 其實我是從小只聽流行歌 對 真的假的 對 一般古典音樂小孩 因為每天你工作之餘 你就不想要再聽音樂死了 我就知道音樂班很多都討厭流行音樂的 那應該是音樂配合教授的說法 就是有些他們會覺得是迷迷之音 對教授會給你這樣子的觀念 小時候我是不知道 但小時候我們就是聽一些掌輩 因為我們家都是學音樂的 是 我媽媽是鋼琴老師 然後爸爸是指揮跟聲音樂 哥哥是小提琴嘛 都是大提琴 但是我們全家只有我聽流行 對啊 他們也許 他們願意 以前一開始很排斥 哦 對 所以就是他們在家的時候我就聽古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全民眾 還要轉開 因人而異這樣子 我想跟他們吵 對啊就是他們會說 你不要再聽到東西 就是會 對 真的哦 你都聽什麼 那時候都聽什麼 哦我那個時候其實 每一個時期不太一樣 就是我一開始我喜歡聽那個 張國榮的 哦 張信哲啊 這種 國中有一段時間突然很喜歡那個 韓國的HOT哦 哦 哦 對對對 很康啊 對然後那個時候就一直都聽韓國的這樣子 然後後來又聽回流行的 我聽順子啊 對就是 流行的這邊我比較喜歡聽老歌 比較旋律線條的 對旋律線條的 所以你沒有聽團嗎 比較少團就是HOT而已 但是我接觸第一個團 對 那你怎麼會想要後來搞樂團 你都不聽團 怎麼這到底找人來分付錢的部分是不是 也不是 分擔一下 團其實一開始不是我組的 哦真的假的 我也是被找的 蛤我也是你組的耶 不是不是我是被找的 結果那個人後來組一組之後 他就北來他就跑走了 就那個吉他手是不是 不是鼓手 一開始我們不叫影分子 一開始我們叫怪頭鳥 最開始的時候只有三個人 那個時候還沒有Vocal 那個時候就我彈Keyboard 然後一個鼓手跟一個Bass手 你還會彈Keyboard 就是最早期的TZ-Bass 你拉琴 然後還要彈Keyboard 因為其實在台灣的音樂班的學生 其實都要當主修 哦 所以你副修是鋼琴 副修是鋼琴 找我的那個人 他就是希望我在裡面彈Keyboard 那你也唱 沒有那個時候我們是純音樂 怪頭鳥 對 演奏類專輯 搞不好比較容易進進去 我覺得 演奏類專輯應該相對也是比較少一點 對啊 不是你唱華語 這個太多人了 這競爭太大了 而且連不是唱的都有 你看經典熱狗 他是用念的 Rap的對不對 真的耶 對啊都是競爭對手 怪頭鳥跟影分子 跟我們分享一下為什麼要叫這個團名 當初是兩個男生主馬找我 然後他們那個時候是在開玩笑 不知道在吊什麼東西 反正跟生殖器有點關係 哇塞 這麼直接喔 他們就說怪頭鳥 反過來怎麼念 鳥頭怪 對啊 就是男生的自己的幽默 這樣子然後我只是 配合 你從小配合到大 連自己煮月團還要繼續配合 這是我煮的 他們煮的 真的是太喝到底了吧 水瓶座 沒錯 這個概念跟什麼很像你知道嗎 茄子蛋 喔真的嗎 他們也是啊 中間一條茄子兩個蛋 喔 原來是這樣子 阿彬嘛對不對 阿彬是不是這樣 真的耶 請在下面 網友們來留言 不然茄子蛋為什麼要叫茄子餐 鳥頭怪 茄子蛋 還有押韻 對 乾脆Fusion 沒有啦沒有鳥頭怪的啦 沒有鳥頭怪 不是怪頭鳥 對 影分子就是那個時候 鼓手還在 對然後被手已經退團了 然後我們想說要 變成一個有主唱的樂團 對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增加了 主唱然後跟吉他 然後就覺得怪頭鳥這個名字 當初也只是因為北藍醉 才取這個名字嘛 所以想說取一個 適合一點的名字 然後結果鼓手 有氣質一點 完了蝶仙 算來的喔 算來的 唉唷 對 然後就覺得好像還蠻適合 因為我寫的歌還蠻多 蝶仙是這樣子那種嗎 是這樣嗎 不是啦 放在茄子上面 你要壓在一個 小茄子 對小茄子反過來 然後它會自己跑 它會自己跑這樣 對對對 喔我記得小時候用硬幣對不對 還是用 硬幣是前線 前線 所以上面會有很多字 然後就是讓它去跑出 第一個字怎麼第二個 這樣子喔 對對對 它自己說它是去玩來的 因為我是不接觸這種 算命的 不是不接觸算命 是不接觸這種跟 邪靈比較有關係的 因為你是基督徒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我雖然寫鬼故事 但是我不太 基督徒認為這個都是邪靈 不是啦 跳到身心臉 我要馬上 第二天要馬上進來裡面 這樣子換人 交換 其實那個時候是 就是從小就聽流行歌嘛 那對流行歌就是一直有一種 喜愛跟嚮往 對然後後來從法國畢業回來台灣之後 就到了長榮交響樂團 大概待到第二年的時候 有一次 終於有機會就是 去拉一個對手場 那個時候是 對手場什麼意思 就是不收音的 去當花瓶的 對手喔 那時候我還可以當花瓶 現在也可以啊 韓神 我以為是拉琴 然後還要那個battle 這個時候長榮的競爭對手 哪個樂法說 對畫面這樣 對畫面這樣 假如說有一天你當評審了 有弦樂的這種 遊行音樂 你會給它比較加分 不會 因為其實我自己 你自己都不挺自己弦樂 不是不是不是不挺弦樂的問題 是我聽音樂不會只單獨 就是去focus在某個樂器上面 那你怎麼聽 我會比較聽整體 就是整體如果是吸引我的 基本上它那個弦樂就算是MIDI 我也會覺得是好聽 你可以接受MIDI弦樂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那個Range是很寬的 如果這首歌真的對我來說是好聽 然後我覺得很喜歡的 基本上它裡面 就算可能Vocal有點歪 或者是 的什麼東西是假的 真性情嗎 就是好聽 對啊 因為劉寒我真的聽它拉琴 是會流淚這種 對啊 然後心一直揪一直揪 然後一直被 就是怎麼那麼好聽這樣 整個人都軟爛下去了這樣 融到音樂裡面 所以你接下來的規劃是什麼 水瓶座有規劃嗎 有 終於有規劃 我跟阿倩現在有開了一個公司 喔 你是盧詩倩嗎 對對對 走的是比較不一樣的風格 對就是我們比較想要培養 學樂的artist 很偉大耶 能夠做這種培訓對不對 然後為了心聲在著想 這都不容易耶 對就是能盡一份力就盡一份力 因為像阿倩這樣我覺得就是 很棒啊 你要有自己的作品 超棒 就是別人都會記得你嘛 不然那一天走了就 走了 水瓶座怎麼跳那麼快已經講 就講到走了 對 什麼時候要走誰知道咧 對不對 那個紅色洋裝再放一下 那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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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弦樂這個樂器的領域裡面 你們會不會覺得看不起其他的樂器 因為弦樂是很高級對不對 從古典時代到現在對不對 你會說索納嗎 什麼對啊 國樂或者是說吉他 烏克莉莉 對啊 只是底什麼 只是底太誇張 就是說弦樂有一種自傲的感覺有沒有 就自己是最厲害這個樂器屬性 我有遇過這樣的人啊 但我自己本身是完全不會 我都自己去學吉他學爵士鼓了 我怎麼瞧不起他們 當初學吉他 就是因為影分子的吉他手 那時候跟我講說我編的吉他都很難 然後我就想說好那我去學 我就把它彈起來聽說 比如說保衛什麼的 你編的時候沒有去顧及到這個 因為你不是那個樂器的你就不知道 怎麼樣編才會符合他們那個操作的常理 常常出現這種問題啊 你們拿到譜以後 這一看就是不會拉琴的人 編出來的 什麼感想 如果是工作的話我們就會提出 賺錢嘛 就是說這個可能怎麼樣修改會比較好 就是你還是會提建議給他 不然真的沒辦法操作 那你在錄音室拉得很不準又很難聽 人家只會覺得你怎麼那麼不專業或什麼 所以我通常如果先拿到譜 發現真的有很誇張的 沒有辦法操作的東西 我就會事先先跟製作人或是編曲先做溝通 比如說他們覺得不要啊 我就是要這個音啊 你為什麼要把我改去其他把位或什麼 我前陣子才剛遇到了一個這樣子的案子 這麼堅持的 他就說對我就是要那個拉扯感 比如說那個音域根本不是大提琴 然後他就要拿大提琴去類似拉小提琴 對只類似的就真的是這樣 完全沒有誇張 他就要這種拉扯感 他就是想要這個拉扯感 那你自己覺得這樣好嗎 我就把這個拉扯感 果然我就想說你怎麼 我就沒辦法把這樣拉扯感 終於有叛逆的一面了 一直配合別人 錢老娘不爽賺 太難賺了這個 你對於演奏專輯 金曲獎裡面的演奏專輯 會去聆聽的嗎 會去做功課的嗎 因為你在樂器這方面是很主要的工作 你會去聽他們這些演奏家怎麼樣去做專輯嗎 會有一些朋友像常常會入圍的比如說 憲宴啊 嗯 林冠良啊這種 蘇生魚或是像阿倩啊 我會去聽他們的專輯 然後其實我會覺得能做出這樣的東西 真的太厲害 就是我完全沒有辦法想像自己要如何 創作出一張那個東西 那你不會覺得演奏能力什麼也還好 會不會有這種 完全不會自己都達不到還要缺人家還好 因為人稱韓神嘛 你知道神為什麼有神 因為他的靈魂維度比大家都還高啊 來到凡間聽聽看這一些演奏專輯 能力怎麼樣 會不會有 應該是說我好像也還沒有聽到一張大理型專輯 范仲美老師那時候做電影配樂有原聲帶 金馬的那個得獎作品 對 但是他那個有去報什麼金曲菁英的 好像也不是直接可以報那個演奏專輯 對啊 應該是要創作的吧對不對 金馬啦 那時候是金馬獎啦 阿蘭如果菁英獎是一定要是 自己想創作 然後唱創作 創作 沒事啦 沒事啦沒事 黑洞 黑洞 欸你是哪藝人啊 高雄 高雄 不怪真的你親戚啊 台藝都會通喔 OK會通 真的嗎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節目叫做台藝人 哪一家你得獎 你有沒有聽過哪一些專輯得獎 或是入圍的你覺得很扯 你覺得傻眼 有那種你要幹嘛你要挖洞給我跳嗎 欸我不跳喔 所以你比較覺得會傻眼可能是編曲 編曲 編曲 你比較在意這個部分 曲風的編曲 對啊 那你報金英獎的時候你是報哪個分類 報名應該是鼓手去報的 但他應該都是報搖滾吧 這個月風應該是搖滾 你會不會有的時候沒辦法決定你應該要報哪一個 其實我們都會討論這個問題很久 因為其實我們的月風有點難去下定論 現在要完全某一張專輯就只有一種的 很難欸 大部分的人都會有點混 其實菁英獎的報名它有很多類型嘛 什麼爵士民謠嘻哈搖滾電音 你只要基底是一個主要的風格 比如說你是電音 電音裡面你去跨界做了一些搖滾的結合 做了一些Jazz的結合都OK的 那你報名當然就以電音為主 但如果你每一首你這種基底是搖滾 下一首基底又變電音 下一首基底又變電音 你這樣到底要報什麼 你就沒辦法報了 你這樣不好報 因為你沒有一個主軸基底 但他的主軸就是要換來換去啊怎麼辦 他每一個都報他嗎 哈哈哈哈哈哈 看中藍一個 你每一個都報他就不是專輯獎了 你要說最佳單曲OK 每一首都報 我這首報電音那一首報搖滾 那一首報爵士OK啊 但是專輯獎講的是整張專輯的風格 是是是 其實現在的音樂我覺得滾搭的也很多 很容易 我們講電子音樂這個事情好了 在現在哪個曲風沒有結合進去過很容易啊 任何種曲風都覺得有一點電的東西進來 民謠也好爵士也好嘻哈也好 我們下次找他去KTV 我去KTV很無聊喔 怎麼說 因為我就是屬於在KTV安靜的 坐在那邊唱歌的那種 連牛肉面都不吃都還不錯 喝酒會嗎 不會 也不喝喔 喝酒會鎖喉 真的假的 有人為什麼會鎖喉 喝酒會開嗓 每個人好像真的不一樣 不一樣 對每個人不一樣 有人是吃冰塊開嗓 對 有人是吃辣開嗓 對 有人是炸雞 油雞腿什麼的 有一點 對 是是是 你去KTV會唱台語歌嗎 很偶爾 很偶爾 就唱哪一類的 而且會唱那個 謝金燕的 真的 對我來講 哇 基本音樂很長喔 哇 好想看喔 跟你這個韓神古典的形象真的是 落差超大耶 我們是需要下班 古典是會下班 好今天我們謝謝劉韓韓神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temple devil Selbst因為可以買光 這裡 吧 地方